hello大家好我是小远 相信很多同学都已经更新了最新的iOS版本 作为iOS输入上的明星功能之一 锁屏界面可谓是可玩性是非常的高 所以今天的视频我想带大家来走一遍 这个锁屏界面的使用指南1.0版 首先如果你想要使用这次的锁屏壁纸的话 你就需要将你的设备更新到iOS输入的版本 这里是iOS支持的清单 然后你只需要点击设置 点击通用 再点击软件更新 就可以把版本更新到iOS16 更新完成之后 你就会看到这样一个全新的锁屏界面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设定你自己喜欢的锁屏方式了 当然设定锁屏界面方法也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你可以通过直接长按锁屏界面来进行调整 第二种就是你可以在设置里选择壁纸 点击自定 也可以在这里进行调整 第三种你也可以选择下滑通知栏 在这里长按进行调整 当你长按之后 你就会进入到这样一个调整的界面 你可以在这里预览你已经设定过的所有的锁屏样式 也可以选择自定 对当前的锁屏样式进行自定的调整 这里我们选择新增一个锁屏样式 进来之后我们会发现 这里琳琅满目的有很多系统自带的已经设定好的一些壁纸 但是总体上也就分为上面那几种 分别是照片随机照片表情天气天文以及颜色 另外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在下面收藏这个位置的最后面有一个专属的壁纸 壁纸是根据手机型号的不同而设定的 这是14pro专属的 分别是深光黑银色金色以及深紫色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每一款主题的特点 表情符号的这款主题壁纸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属于你自己一个人都在家玩一上午都不会腻的那种类型 当你进来之后 它就会让你选择系统自带的一些emoji的表情 你最多可以选择六个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猪猪头加猪猪鼻子的这样一个表情 我看上去真的心情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 表情的排列是存在顺序的 意思就是说AABB的排列跟AB的排列是完全不相同的 所以这一点你需要注意的 当你选择完emoji之后 你也可以通过左右滑动来改变它们的排列方式 这个排列方式真的特别特别的好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叫做大图标的排列方式 因为看上去非常的饱满和细腻 选择完图标之后 我们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三个点来设置它的背景颜色 系统已经帮你选择了一些色块 如果你并不是很满意的话 你可以点击左上角的色盘 然后选择一些你想要的颜色都是实时进行变化的 这里我们来选择一个粉色 还是非常的合适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如果说你非常喜欢这个粉色的话 你也可以点击这里的加号 把这个粉色添加到你的收藏里面 那你长按也是可以进行删除的 这里我们就选择这个粉色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这个就是emoji的主题表情 然后就是天气这款主题 其实它也比较简单 它会根据你的位置信息 实时的把天气状况反馈在锁屏界面上 并且每一种天气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具体动画效果 你可以参考自带的天气APP 基本上就是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第三款主题就是天文 它可以显示你所在位置的昼夜信息 或者是目前太阳系当中八大行星的相对位置 关于天文壁纸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 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好的视频 而是一个实时渲染动画 所有的位置信息是实时渲染的 所有的昼夜信息也是实时渲染的 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壁纸 而且Apple的动画真的非常的细腻 第四个主题就是这个颜色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这个颜色的主题的 你完全可以根据你的心情 去自己挑选一个非常合适的颜色 并且Apple还内置了非常多的颜色滤镜 让整体的色彩看上去更加富有层次和过渡感 或者说大家可以像我一样选择一个黑色 然后把饱和度拉满之后 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省电的效果 关闭一些不必要的OLED像素点 来实现一些物理省电的效果 聊完四大主题 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锁平界面的这些小组件 所有的小组件都是可以跟任意一种主题进行搭配的 所以这就完全是一个排列组合的问题 在目前为止 iOS上可以调整的小组件有三个区域 分别是日期栏目 时间栏目 以及小组件栏目 在日期栏目当中 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小组件 左侧的日期信息都是会被强制进行保留的 另外可能是我没有下载到支持的应用 我能选择的只有系统目前开放的小组件 就比方说日历 提醒时限 股价等等 然后在时间的栏目当中 你可以对时间的样式进行调整 就比方说显示的字体 或者是数字的规格 或者是颜色等等 调整选项是非常多的 这些颜色可以看到是相互通用的 你改变颜色的话 三个颜色都是会一起改变的 在第三个组件当中 我们的选择就比较多了 如果你的应用支持的话 我们最多可以添加四个一乘一的小组件 我自己用的比较多 还是天气和电池 当然了这部分的发挥空间就比较大了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App Store中搜索关于锁屏的应用程序了 这里我就不再做过多的赘述了 当你选择完主题设定要小组件之后 你就可以点击添加了 这个时候系统会询问你是要设定为强指队 还是要自定主屏幕 如果你选择第一个的话 它就会把你的主屏幕的背景壁纸进行模糊化处理 如果你选择第二个自定主屏幕的话 你就可以自行的选择是否打开模糊化处理 或者说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或者界面颜色 以及添加一张自己喜欢的照片 都是可以的 当然了个性化的锁屏界面它只是第一步 其实Apple是更加希望用户 把锁屏界面跟专注模式结合在一起去使用 为了可以帮助你集中更多的注意力 到目前手头上的事情 而不是手机本身 就比方说当你晚上需要休息的时候 你可以把睡眠模式和你自己 自定义一些的锁屏界面关联起来 一旦你进入到你设定的睡眠模式之后 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关联锁屏的样式 再比方说当你健身的时候 你可能会希望有一个看上去非常有能量感的壁纸 那你就可以提前去设定一个 具有运动感的锁屏样式和手表表盘 并且如果你再深挖一下的话 你甚至可以为每个模式 单独设定你想要的桌面应用 就比方说在健身模式下 我只想让手机变成一个 无情的音乐播放机器和运动健康中心 你只需要在手机的设置 专注模式中 所有的一切它都会已经帮你设定好了 我感觉这就是Apple的声派 当你需要去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只需要轻点一个按钮 所有的设备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所以看上去有点花里胡哨的锁屏界面 其实它跟Apple的生态 有一个完全的深度的捆绑 当然了你完全可以把锁屏界面 当成手机个性化的一部分 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 Apple对于用户体验上的对手 真的只有他自己了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的话 请一定要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我是明晓远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